今集想和大家介紹一下Chante Kai的裁妝產品 我自己一向都很喜歡他們的底妝和唇膏 近期我很喜歡用他們Future Foundation 其實是一種Oil Free Gel的Foundation 我覺得很適合皮膚多出油 我覺得很適合用 我想示範一下它的質素給大家看 它是Gel狀的 像啫喱一樣 放在手上 是很Smooth的 我很喜歡它沒有油 因為塗在上面是非常爽的 而且很持久 有很多顏色給你選擇 現在看到我掃上我的手 那些紋是立即Smooth了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用Foundation 另外我想介紹一下他們的胭脂 我自己通常很喜歡用粉狀的胭脂 近期推出的水亮胭脂 其實是Gel的胭脂 Gel很少聽 因為有時我們會用到液體或粉狀 它都出了很多不同的顏色 我選擇了這隻粉紅色給大家看 說明是Gel狀 你看到它的質素都很Smooth 而且它是含有50%的水分 你看到我這樣輕輕地塗 然後就可以用我們的手指推開它 感覺是很清涼 很爽的 很舒服的感覺 一點都不黏 而且你看到它的顏色是很自然的 非常貼心 那不夠當然你可以這樣加上去 而且它的好處就是 即使你塗了底妝 你再塗上去 你不會令到之前的妝脫了出來 因為它是很滑 很軟 好 像我這樣用手指這樣 拆拆拆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做到非常自然的胭脂 好 另外又想說一下它們的唇膏 因為它們每年都會推出一些新的顏色 它們的lip veil 它們的lip veil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油在裡面 所以很滋潤地塗上嘴裡 我想介紹它這一種叫做 pink lotus的顏色 顏色上是非常鮮艷的 很滑 very girly 其實這支唇膏部分收益 就會捐給Elton family去支持好用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很有心思 最後想介紹一下它這個bronzer 這個bronzer 我自己覺得很好用 因為夏天的時候 就可以用來做bronzer 讓我們的膏色看起來 更加青 其實冬天或秋天的時候 可以用來做shading都可以 它不會太閃 我就會掃起這個梳位 少許在我們這個平穩的位 可以做到健康的膏色 和這個顏頭這個位 可以令到我們的膏色看起來 更加有層次感 千萬不要太多 但想添加這個bronzer的好處 就是不用擔心 雖然你看起來是啡色 但其實蘇生的臉 顏色也是很自然的 好 好 還這麼快 我這個很舒服的蔥蓉就完成了